精美的面部 线细的双手 疗人的臀部 迷人的肺 还有你也让女人为之疯狂减肥的羊柳细腰 都是我们时常特别注意到的部位 但是迷人的肩膀其实会给一个人增添不少的韵味 小露相间 唯美一字间的把一个女人 是否拥有迷人的女人味表现得很到位 赵丽颖 纵使粉丝甜评 纵使赵丽颖可爱甜美 纵使她的肩膀不算宽旺 但小露相间的她却没有迷人的女人味 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怎么穿都是少意思意思的味道 唐妍 唐妍也是甜美派的掌门人 但是唐妍古瘦如柴 这么凉人的衣服她真心驾驭不了 除了相间不吸引人 唐妍那若隐若现的苏胸 没有加分 更减分 无限感的人最适合的穿法就是包裹的严实点 唐妍 凭借精灵十三拆玉墨的精湛表演 走入人们的视线里 从此的包而红 妍妍在人们心目中就是霸气中不缺乏性感 穿着椅子尖的妍妍 好似穿旗袍的妍妍 这股女人味表现得正义凛然 杨妍 杨妍的这件椅子尖设计得十分巧妙 不像一般的椅子尖刻意地卡在那个位置 杨妍这件椅子尖好像衣服悄然滑落露出诱人的香肩 瞬间两人指数指线攀升 刘诗诗 刘诗诗的美丽是娱乐圈赏有的 穿着古装的她 仙气飘飘 好似不使人间烟火 穿上简简单单一次肩的她 可以美艳动人 充满女人味 美 杨颖 皇冠配上白色礼服享乐相间 这时刻的杨颖美得像来自童话世界的公主 不懂世间的纷纷扰扰总是美得那么清澈透明 高居榜首她受之无愧